好 接下来我们讲5.2 Catch的基本知识 关于Catch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它的基本的概念 对吧 它是介于CPU和组存之间的 一个高速缓冲存储器 也便宜大家记一下 Catch本身的意思 也是有一个叫做地窖 所以储藏东西的 好 那我们下面就要详细来讲 Catch的存储器它的构成 然后它性能是怎么受到影响的 对吧 我们怎么来设计这样一个Catch 系统Catch这个存储器了 怎么来这个提高它的性能 对吧 有这么几个方面 所以呢 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展开 那么具体的我们把这个 因为我前面说的 这个对于Catch中的数据的管理呢 是以数据块为单位的 对吧 因此呢 我们这里先看一下 怎么把这个存储空间进行分割 这个在很多地方都用到 所以我们把它抽象一下 把一个存储空间 我给它划分为大小的相同的页面 现在大家看一下是 还是单元了 就一个字 一个字 对吧 0 1 2 有这么多的单元 假设呢 一共是2的N减1次方 然后我把它划成页面 那么相给它划成固定大小的页面 比如说12的 等会我们再说 给它划成这个大小相同的页面 比如说第0第1 一直比如说到第M页 对吧 好 每页的大小呢 假设是B 大写的B 对吧 并且假设呢 一共有多少个页面呢 是2的这个 这个页面大小呢 B呢 可以表示为2的小B次方 对吧 现在对于 DP页里头的 任何一个单元 A 对吧 那么它的地址了 就线性地址是A 对吧 那么我现在访问他的话呢 我可以把地址呢 给它分割一下 把地址给它切割一下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假设你的地址 二进制是下面这个串 我把它切割一下以后呢 前面呢 叫做页码 后面这个呢 叫页内地址 页内地址是多少位呢 那是根据你页面大小来定的 我根据页号 可以来找到这一页 然后根据页内地址 来找到这一页里头的 哪个单元 所以呢 你比如说 我这个页面大小是 刚才讲了 二的小B次方 这么多 这么 就大小是这么多了 那么我们相应的 页内地址呢 就是B位 好 剩下的呢 那就是作为页号 对吧 所以你给我一个地址 我就能这样一把它一截 然后这个呢 直接来访问 找到这一页 然后根据页内地址呢 来找到你这个单元的所处的箱 在这一页里头的相对位置 对吧 比如说是这里是小D 对吧 那就这个小D呢 是作为页内地址放在这里 对吧 那么具体来说 如果讲硬算的话 就是这样来算的 怎么算呢 你给我一个地址 线性地址 那我怎么找到它的页号呢 就是把这个地址去 被这个页面的大小来除 除出来的整数 就是页号 除出来的余数 就是它的页内地址 所以这个呢 这个搞清楚 那么对于这个 你这个 就这个A了 这个地址 如果它正好能表示成 二的 二锦次的一个串的话 你就把它切开 对吧 因为除法前呢 就是切一段高位 余数呢 就是后面剩下的那几位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要搞清楚的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Catch和组存 这个分块 Catch和组存呢 它是把它分割成 大小相同的块 它这里不用页面 这叫块 组存辅存用的是页面 那么它们之间的数据传送呢 是以块为单位的 那么这里 比如说一个块 我把它调到Catch里头来 是吧 好 然后呢 这个Cpu的仿存地址 假设是这个红球了 对吧 我们把它展开来看看 它这个地址是有两部分的 一个是块地址 一个是块内位移 块地址指的是用在 就组存的哪一块 块内位移就是指 这块里头的哪个位置 对吧 好了 那么大家知道 从这个一个块给它调过来 是整块给它端过来的 那么这个块内位移呢 它是不变的 对吧 你要访问的这个单元 在这个块里头的某个位置 那么哪一个位置 它这个端过来以后 它是不变的 所以块内的地址是不变 那么变化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原来这个块在这里 然后掉进来以后在哪里 那就我就拿这个块地址呢 去查找去比较 就说你要找到这块 我这里有没有呢 你就要把这个块地址去跟 已经在catch里头的那些块的 块地址相比较 如果相同 那就是我那块呢 我找的那块 它这里就命中 如果没有 那就是不相同的话 那这里就没有 那就要从主存再去调 所以是这个讲的分块 好 下面我们就要详细地展开 这个讲一些东西了 比如说印象规则 它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全相连印象 那这个我们已经前面跟大家讲过 这个它的思路 全相连印象 全相连印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里头的任何一块 可以放到catch里头的任何一个位置 比如说第零个号 第一号 第二号 第三号 这些位置它都可以放 知道吧 当然一般来说是哪个有空 它就放到哪一个 对吧 所以这个呢是第一种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几例子的 你分配位置的时候呢 说好了这个规则 我这边的 比如说教职员工的 构成了一个空间 构成了一个人员的这个名单吧 然后呢 这个越南室呢 把这个排个序 有个号码 对吧 有很多的位置 那我们说呢 是我们教职员工和学生 任何一个人 可以到那个越南室的 任何一个位置去坐 这个呢 就叫做全相连 那么它的特点 是什么呢 那你想一下 我们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人员的安排的话 那个对应关系 越南室的位置的对应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 这种方法呢 按这种规则 空间的利用力最高 对吧 就说你这里只要有位置 你就可以去坐 那显然 除非满 没有满的话 我就可以用 那这个利用力最高 冲突概率也是最低的 对吧 冲突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找个位置来坐的时候 发现位置都被别人占了 没有我的位置了 跟别人发生冲突了 那当然先占用了 比如说他已经占用了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冲突概率是最低的 因为 所有的位置满了以后 我才会出现冲突 对吧 实现 那就最为复杂了 最为复杂 是吧 实现为什么最为复杂呢 这个等我等会再统一讲一下 是吧 好 那么对于直接印象 那它是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说 组存中的每一块 只能被放置到 catch中的 唯一的一个位置 只能被放到一个 唯一的位置 比如说 我规定零号 可以放到零号 一号放一号 二号放二号 一直这样往下分 对吧 好 分到第七号以后 第八号怎么办呢 再回来重新分配 也是零号 一号 二号 三号 这样分下去的 对吧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组存的每个块 它都分配了一个位置 那么反过来 这个catch的一个位置呢 它是对应多个块的 就是你几个人分好了 可以到我这个位置来的 对吧 好 现在我们只关心的 就是只有一个位置可以做 那你想一下 只有一个位置可以做 就像我们这个 刚才这个越南史的话 相当于也是编号嘛 把老师学生都编成号 位置都编成号 我们就规定零号做零号 一号对一号 对吧 比如说有1000号 已经分配完了 那么再接下来 那么第1001 那么实际上数字上编的是1000了 那么1000又对零 1001对一 1002对2 1003对3 这样分下去 对不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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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